幸福的生活甜蜜多 甜蜜的事业也少不了科技的助力 他身披铠甲收获不易 新型设备让种植户惊喜连连 他外形小巧却异常脆弱 一个巧思让收获变得轻松 他外表坚硬 内心甜蜜 机械收获却屡愈难题 杂志会比较多 科研人员又能否攻克难题呢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新春发明会之甜蜜收获侠 在水果王国里 菠萝绝对是有着独特的魅力 艳丽的外表 酸甜的口感 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解闷灵嘴 也可以稍作烹调 做出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尤其在节日的餐桌上 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 然而菠萝采摘却极其不易 由于菠萝精短 叶片又多又长 且边缘长满利刺 采摘过程中 果农不仅要长衣长裤 全副武装 一不小心还极易划伤皮肤 采摘时还需要注意流经长度 根经太短则难以储存 需要一定的经验 这里是福建省张州市 城西镇上平村 在当地 菠萝种植大多都在山上 地形较陡 并且长势参差不齐 大型机械化的精准采摘 难以实现 那么能否有一种便携式的采摘工具 来帮助采摘呢 来自温州大学基电工程学院的 王靖发明团队 针对这个问题实地考察 多方搜集资料 最终决定设计一种仿人手的 菠萝辅助采摘工具 做了一个可调节大小的夹手 这个是可调节大小 它可以活动了 对 前面还有一个副夹手 来增加它的适应性 这个是怎么切的呢 这个就是它菠萝筋套进来 然后卡进去之后 它会对这个筋有一个 有一个切割的作用 除此之外 新的装置上还增加了一个 护肘助力机构 有了它 单手摘菠萝就会更加轻松省力 机器固定在手臂上 比如说这个菠萝 我们就可以这样伸过去 一夹一百 就可以了 然后拿回来 带上菠萝辅助采摘装置 人的手臂瞬间进化成 钢铁机械臂 战斗力倍增 好像变成了科幻电影中的 钢铁匣 而对手就是无数只 张在满是历次叶片中央的 顶着爆炸头的小菠萝 战斗一触即发 那么这个菠萝采摘辅助装置 到底能力如何 加持装置的适应性又如何呢 我们决定找几种道具来考考它 好 那我准备了一些这个水果 咱们来做一下这个测试 好嘞 然后这个水果都在这个箱子里 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好 怎么样 觉得可以挑战吗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是吧 行 好嘞 那咱就开始吧 好 好 好 一个橘子 咱们先试一下这个 好 这个还挺轻松的 对 随后我们又测试了 体积大小差不多的椰子和火龙果 机械臂都能轻松地成功抓取 咱们再试一下 它拿也舍不出来 一个芒果 但是这个的重量很沉 你觉得你能把它抓起来 然后平稳地移到那个台子上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应该没问题 好 那你试一下这个吧 这个看起来好像压力还比较小 虽然它这个比较大 对 然后重量比较沉 但是看着这个还挺 夹起来看着很轻松的 还是很轻松的 对 好 那咱们再一次增加难度 好 换一个稍微大做一点的 可以 可以是吧 可以 好 试一下 这个的大小其实跟咱们普通的波罗 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这个表面比较光滑 对 你觉得这个的话有信心吗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夹起来 也可以试试是吧 对 好 这个可以的 这个也挺轻松的 也挺轻松的 体积小的橘子 质地柔软的芒果 表面光滑的哈密瓜 都没能难倒机械壁 接下来我们决定拿出杀手锏 准备了一个 我觉得你可能加不起来的东西 好 敢挑战吗 敢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好 好 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是个啥 还有点扎手 来 是个榴莲 榴莲 这个有点难度了 这个有点难度了是吧 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这回机械壁可是遇到了个硬茬 个头大 形状不规则 还一身的刺 机械壁在抓的过程中 频频打滑 它能成功吗 这个很考验咱那个爪子 这个力量 对 有点难是吧 这个有点难 有点难 慢一点 哦 可以 终于将榴莲抓取成功 接下来我们打算继续 难度更大的挑战 这是一只螃蟹 来 给你展示一下 还挺活泛这个 它已经在这儿叙事待发 等待很久了 你觉得抓它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是吧 不一定行是吧 但是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好 那我要把它放出来了 好 放出来了 来 咱试一下 来 咱把这个给它剪开 让它自由活动起来 这一次挑战的是螃蟹 主要考验机械臂的灵活性 活动的物体因其不受控制 要想抓起来难度更高 王静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来 抓个 抓个 来 我 太掉了 由于螃蟹活动性较强 身体又比较光滑 机械臂很难将其抓取 团队的几位成员看着有些着急 想用锤子助它一臂之力 哇 又溜走了 然而并没有起到作用 螃蟹这时候可得意了 眨着眼睛 把大家溜得团团转 加不起来 有点难夹 有点难夹 可以啊 小心 掉了 好不容易到手的螃蟹 一挣扎便又溜掉了 难道这项测试 只能以失败告终了 好稳稳的 费了好大力气 机械臂终于抓住了螃蟹 通过不同道具的挑战 我们可以看出 波罗采摘辅助装置的 适应性很好 面对接连升级的挑战难度 也都过关斩将 体现出了一定的优势 接下来 我们就要到真正的波罗地理 考验它的本职工作 究竟能否顺利完成 您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这个很干脆啊 简单的测试体现出了 采摘辅助装置的优势 但是波罗抢收的时候 往往时间紧任务重 到底是绣花枕头 还是真有实力 还是要长时间作战 才能得出结论 也唯有这样 才能让种植户满意 那么面对抢收经验 丰富的种植户 采摘辅助装置的胜算 又有多少呢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 进行一场比赛 我们王静团队的 两台波罗采摘机械手 对战我们四名人工师傅 然后一会儿呢 咱们的比赛时间是40分钟 看哪边咱们采摘的数量多 且质量过关哪边获胜 可以吗 可以 您这边呢 可以 好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好 那我看到咱们今天 王静这个团队 所有的成员 都来到了我们比赛现场 那今天咱们是做了一个 什么样的分工 今天我们两个主要负责采摘 然后他们两个是负责 做一些辅助工作 做一些辅助工作 对 协助我们采摘 咱们今天是等于咱们 四位要齐心协力 来打好这场比赛 是吧 对 那咱们给自己团队 加油吧 好 加油 加油 这个声音很洪亮啊 可以看到咱们这个机械队 这边是气势非常的足 人工队这边怎么样 咱们今天来的都是老师傅吗 是 都是老师傅 咱们这边我看这是一骂 是女将出马 咱们这边就是男团是吧 好 那咱们今天这个比赛 有的看了 好 那就听我口令 咱们三 二 一 开始 随着签文口令一下 计时开始 双方队员迅速就位 开始采收菠萝 人工队的四位大姐 经验丰富 手法娴熟 一台一落 菠萝就被轻松地收入囊中 您好 大姐 我看咱就是四个人一块摘是吧 是 这个好摘吗 不好摘 不好摘 这一块这个草丛是特别的密集 是啊 摘不起来很用力 由于菠萝栽种的十分密集 人在其中行走都非常困难 密密麻麻的叶片 一不小心就会划伤 几位大姐 别提有多辛苦了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 采摘的过程中 还要进行一次筛选 以防未成熟的菠萝被误摘下来 这个还没熟 没有成熟是吧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还轻轻 这个还是轻的 全都是绿色的 不能摘 咱们是等于说 咱们采摘之前要先挑选一遍 它变黄色了才可以摘 才可以摘是吧 再看另一遍 王靖团队分为两组 分头进行采摘 王靖带领的一组 两人配合默契 速度飞快 已经摘完了一行菠萝 怎么样了 咱们摘多少了 摘了有小半袋了 有小半袋了 我递了递了 也挺沉的 怎么样 咱们这个好摘吗 这块您觉得 挺好摘的 感觉挺方便的 还挺方便的 也不用去弯腰 直接就能够着 那您这个是 主要是辅助它做什么呢 因为这片地 它有的是成熟的 有的是不成熟的 所以我要把 先掰开看一下 如果不成熟 我们是不能摘的 如果是变成黄色的 那我们直接就把它摘下来 然后顺便把它提起袋子 提起袋子 太重了这个 太沉了是吧 对对对 行 我看咱们这个 分工分工得很好 而且整个速度 看起来挺快的 行 那就加油 咱们期待咱们这个第一袋 好的 好 加油 加油 另一组的两个人 同样分工明确 一位负责采摘 一位辅助装袋 遇到距离较远的波罗 只要调整机械臂的长度 就可以轻松完成 十分钟过去了 人工队的袋子 已经装满波罗 开始向外运输 看咱们这个波罗品相不错 很黄啊这个 这个都是 已经熟了 都是挑的成熟的是吧 是 咱们这个战果非常可观 好 那咱们加油 与此同时 机械队也摘完了两袋 运出来了 好香啊 这波罗品相还都不错 看着颜色都挺黄的 而且我在这能闻到 这个波罗的香味 怎么样这会感觉累吗 还行还行 还行是吧 行 好那咱们比赛还在继续 咱们加油 好 加油 继续 加油 加油 比赛吸引了路过的村民 他们会如何评价呢 机械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本身也是带 这种伸缩装置的嘛 就是相对来讲 我个人认为会方便一些 机械臂会好一点 因为速度采摘的速度会快一些 然后也相对省力 那种比较好 您觉得人工队那边好一点 对对对 为什么呢 不会碰伤 您觉得人工队这个操作更为娴熟 然后这个不会碰伤波罗 对对对对 比赛进入了白热化 大家干劲十足 飞速向前 渐渐地 人工队员的脸上开始有了汗水 速度也慢了下来 而机械队这几位小伙子依旧精神饱满 丝毫看不出疲倦 咱们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 咱们要加油了 加油 加油 比赛接近尾声 究竟最终的结果如何 哪边能够获得胜利呢 五四三二一停吧 来咱们过来撑压数量都停吧 那咱们现在这个 这边是咱们人工队 全部的摘的这个波罗 然后这边是咱们机械队 摘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波罗 那现在咱们就撑压重量 好吗 好 我们先将王靖团队采摘的波罗 全部装入筐内 然后撑一下总重量 来咱们撑一下咱们第一筐的重量 这个多少 71千克 对 第二筐 看着很沉啊 看咱们第二筐这个是多少 看一下这个是64千克 对 是 好 那接下来咱们再撑一下 咱们第三筐的重量 好 二三 好 咱们第三筐是69千克 咱们机械队这边三筐一共的总重量是 204千克 接下来我们再撑人工队这边 波罗的总重量 好 看一下咱们第一筐的重量是多少 是77千克 好 咱们再撑一下第二筐 这个装的满满当当的 满满的 一 二 三 起 很重啊 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86千克 那咱们人工队这边两筐的这个总重量是163千克 在数量上来讲咱们机械队刚才是204千克 这边是163千克 那这个数量上来讲的话 那咱们就是机械队这边要多一些 对 那最后还得请咱们这个陈师傅 您再检查检查他们的这个质量 好 看看采摘的怎么样 好 重量上王靖团队占有优势 那么质量上能获得认可吗 这个比较标准 有长度跟这个机械队很整齐 就是咱们的长度也是可以的 这个切合也比较平齐 是吧 是 整体的这个卖相您看这个 对 这个这边比较 品相呢 这个质量比较好 质量是比较好的 这个可以拿去卖 激烈的比赛结束了 王靖团队制作的波罗采摘辅助装置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节省采摘的人力成本 为抢收器的种植户带去便利 正是有了这些饱含科研人员 巧思的便利工具 我们的餐桌才日益丰富 味蕾才得以满足 然而在我国的辽宁省铁岭市 有一种水果的采摘 更加难以开展 以至于我们更多是以果汁的形式 见到它 这就是杀吉 眼前这棵结满果实的树 就是杀吉树 黄灯灯的果实 紧密地排列在枝头 宣告秋天的到来 杀吉采摘有许多方式 剪枝是最普遍 最常用的方式 人工剪枝需要将枝条剪下 放在洞库冷冻后再摘果 在这个过程中 果实极易破损 这种采摘方式 会导致果树第二年 作果率降低 甚至不结果 造成严重减产 果农苦于没有更高效的方法 只能无奈地选择 剪枝采摘 长久以来 杀吉让人又爱又恨 杀吉带来了商机 但杀吉加工产业链的每一环 都深受杀吉采摘难的问题困扰 难道就没有合适的方式 可以高效便捷地 完成杀吉的采摘吗 这是当地人陶金源 一直思考的问题 为了做出适合采摘的机器 陶金源几乎是住在杀吉林里 通过研究杀吉性状 和分析杀吉的特性 找到了突破点 杀吉果饼只有3毫米 他想到可以通过振动的方式 把果实震落下来 还能减少破损 为了便于采摘 机器要小巧便携 陶金源努力了16年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 做出了自己设想的机器 这个结构外边是一个电机 这台杀吉采摘机 由电源 电机 控制器 采摘杆和勾头组成 当电源开启 电机高速旋转 通过采摘杆内的中心轴 传送至前端的弯轴 做圆周运动 从而带动勾头产生振动 振动力大小可调 使用时 只要将勾头搭在树枝上 果实就会像雨点一样 纷纷下落 达到快速采摘的目的 想要震落杀吉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机器在运行状态中 能有什么样的震动效果呢 我们通过一场演示 一起来感受一下 把事先准备好的公子图钉 定在木棍上 图钉和杀吉体积相近 重量比杀吉更轻 冒轻真粗的图钉定在木棍上 比杀吉更加难以震落 现在我们已经全部把图钉 都按在这个木棍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钉随意地拔一颗 都是拔不出来的 在户外将木棍固定好 做好演示的准备 这个机器的振动力 到底有多么强大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机器勾住木棍 把条位开关 调至振动力最强的档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靠近机器的图钉 在振动力的作用下 四处散开 在原来的位置继续震动 剩下的图钉 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把机器的位置调整到 靠近剩下的图钉附近 这一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机器靠近后 图钉很容易就被震落了 看到了机器的振动效果 我们迫不及待将机器 运用到实际采摘中去 现实中杀极树枝大小不一 振动力传导不均匀 机器的采摘效果 会是怎样的呢 即将展示机器的采摘效果 陶近元却带着编导去往果园 寻找他的一位老朋友 我这个多年老朋友就在这里边 他是第一个使用我机器的人 我的腿脚不方便 所以来这里来找他 他代替我采摘杀极树 让你们看一看 玉红英 大家都叫他凤姐 所谓机器的第一个使用者 陶近元相信 除了自己以外 他是最了解机器 最能熟练使用机器的人 启动机器采摘杆勾住树枝 紧接着果实如雨点般落下 树枝没有损伤 而果实尽数落地 看到了机器的采摘效果 那么相比较人工减枝的方式 机器采摘的效率能有多高呢 编导决定组织一场人机比赛 面对准备充足的机器队 编导走进果园 准备寻找一位减枝高手 咱们这有没有那种 剪枝剪得最快的那个人 有 有 谁啊 那个师父 大家异口同声 推选出了一位果农 编导本想再挑选一番 但大家纷纷表示 没有必要 这位公认的剪枝能手 速度能比普通人工剪枝 快将近一倍 这下这位果农大哥 毫无悬念地成了最佳人选 为了验证机器采摘 究竟比人工采摘快多少 我们选择了两棵大小相近的树 人工和机器比赛采摘速度和质量 完成任务 用时更短的一方获胜 这两种采摘方式的速度和效率 究竟怎样呢 准备 开始 比赛一开始 人工队的剪枝能手 就拿出了最快的速度 为了让杀吉能尽快继续结果 剪枝不剪主干的枝条 剪刀上下翻飞 唐葫芦串式的枝条 一根根往下落 掉到地上也顾不上剪 不到两分钟 杀吉树的部分枝干就显露出来 反观机器队的队员 动作娴熟地使用机器采摘杀吉 果实如雨点般落在雨棚布上 采摘过的树枝卸下重担 轻轻颤动 似乎预示着来年的丰收 看着难以采摘的杀吉 居然这么容易就被采摘下来 围观群众纷纷露出笑容 比赛进行到五分钟时 眼看人工和机器逐渐拉开差距 一旁的围观群众坐不住了 把长的 那个长的 把长的 那个长的 那长的 人工队有热心群众之招 另一边的机器队 一位大姐上前帮忙 拉雨棚布 接住落下的杀吉 比赛接近尾声 机器队快要采摘完成了 人工队的队员赶紧捡完手边的几根枝条 赶忙开始收集地上散落的杀吉 机器队率先完成了任务 等人工队剪好支条后 比赛结束 这边为啥留点果 给小鸟留的 这是给小鸟留的吗 还是因为没打干净 可以给小鸟留的 要不然我还可以单独去打 但小鸟冬天还没有吃的 它喜欢吃沙吉 所以给它留了一点 那行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也允许 猪大哥那边也留一点 那我们先去看猪大哥那边的 大哥 你这地上漏的全部都是 没剪完吧 我刚看你手忙脚乱的 都没剪完 为了赢得比赛 猪大哥在匆忙中漏掉部分支条 大哥确实留的还有点多 你看这个后面这个 是 对吧 都没剪完呢 下面这个也有很长 对吧 这都能看得见 这跟留小鸟的不一样 就是没剪完 承认了吧 好 现在比赛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咱们的凤姐 时间最快 打得最干净 所以我宣布凤姐获胜 咱们拿的心机获胜了 好 最终比赛人工队用17分钟 机器队用16分钟 此次比赛 虽然双方用时相差很少 但实际上人工剪之完 还需要输送到冻库冷冻后采摘 步骤繁琐耗时 在这个过程中 果实的破损率非常高 而机器可以直接采摘果实 省时省力的同时 降低破损率 经过现场测算 采摘一斤沙吉 机器采摘的效率 是人工采摘的 10倍以上 比赛结束之后 大家对于机器的表现都十分惊喜 一位围观的大姐告诉编导 其实之前 村里也有人使用机器 采摘沙吉 我们找来了这位使用机器的果农 想知道新机器和同类机器相比 采摘速度和质量又如何呢 我叫陶亮 采沙吉采了5年了 采沙吉特别难 我是村里面第一个用机器的人 陶亮使用的机器 由采摘杆收集袋组成 需要双手操作 使用时振动棒振落果实 沙吉落入收集袋中 摘取的同时 就能收集果实 两台不同的机器 在不同的人使用后都获得了好评 那么这两台机器 谁的采摘速度更快 质量更高呢 为了进一步测试 机器采摘的速度和质量 我们决定组织一场 机器与机器间的比赛 比赛场地以横幅为起点 玉米地为终点 中间用棋绳隔开 划分为两条赛道 每条赛道8棵树 新机器队 采摘所边赛道里的树 传统机器则在右边采摘 比赛规则 比赛限时30分钟 采摘总量更多 质量更高 卖出价格更高的一方获胜 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 机器的适用性 比赛进行到15分钟时 双方互换工具 到底哪一方会胜出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几时开始 比赛开始 选手们立刻进入比赛状态 启动机器围着杀极树 就开始采摘 卯足了劲 要卸下杀极树的一身重大 常年采摘杀极 凤姐对此早已熟忍于心 快速更换着要采摘的枝条 即使是树顶的杀极 也不在话下 没过多久 就完成了第一棵树的采摘 另一边的桃量的进展 怎么样了呢 那个高点的树枝上的 你怎么都不采啊 你看心机器那边上面的 这上面都采了 这个上不去 看不着了 传统机器无法采摘高处的杀极 只能改变战术 尽量把低处的杀极采摘干净 虽然收集袋还有剩余容量 但为了不让摘下来的杀极露出去 不等装满就赶紧倒进筐里 如此往返 看着与心机器的速度也不相上下 果园里机器采摘的声音此起彼伏 果实落在雨棚布上的声音 配合草丛里的虫鸣声 奏响了一首秋日丰收协奏曲 而一唱一鹤的双方 此时都不甘示弱 新机器队又采摘完一棵树 传统机器队的队员 更是在树林里忙的团团转 此时还有三分钟就要交换机器了 他们采摘了多少杀极果呢 好 那现在十五分钟已经过去了 咱们这边的半框呢 是我们之前传统机器队的 这边的三框呢 是新机器队的 现在换了机器之后 双方已经准备好了 好 来 三 二 一 开始 走 咱们继续 农忙时节的果农们 无法在学习操作机器上 花费大量的时间 机器操作越简便越好 这两个机器中 谁能满足大家的期待 交换机器之后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怎么样啊 凤姐 不好用啊 这个容易太成熟 手拿不动 手拿不动 对 而且高之差的够不着 我跟你打多少了 这 太少了 还没有我那个机器一下打多 你看看才这么点 凤姐拿着传统机器 叫苦连天 而另一边换了机器的陶亮 会有什么样的使用感受呢 咱们用这个机器用了 感觉怎么样啊 不同列啊 刚上去了 大姐 你喜欢新机器 还是传统机器 我喜欢新机器 为啥呀 快 和感尚 面积大 面积大 对 那你看这个新机器 还是传统机器谁能赢 新机器能赢 会买两个机器的用哪一个 那大人设计了 哪个 哪个 就是变那个兔兔兔兔兔兔 那个 那个就是 对对对 大杆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 比赛时间即将结束 围观群众也都翘首以待 到底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大家休息了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比赛结束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打好的杀鸡果 全都搬到前面来了 这边呢 是新机器打的果子 而这边呢 是传统机器打的杀鸡 那现在咱们王主任 那您看一下 您评价一下 这两个机器 您觉得哪个机器 更加实用呢 从这个现场看 这个明显是新机器 这个效率比较高 而且这个新机器 它具有携带方便 这个操作简单 作为效率高 这么几个特点 传统机器呢 在这个使用上 手持起来 需要很大的力气 行 那现在的话呢 既然咱们已经打出来了 李大哥 就是来看一下这个质量了 您看看这个果子 您看 先看看传统机器对的吧 您看看 打得怎么样 还可以 这边也不错也挺好 哎呀每年都是两会多 今年看着效果 质量挺好 挺三块钱嘛 通过这场比赛 淘金元的机器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机器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果农 采摘杀吉的负担 一个小小的改变 帮助果农 增收致富 以杀吉为源头的产业链 有了更高品质 更充足的原料来源 可以让更多人 在第一时间 品尝到营养丰富的 杀吉制品 透过小小的杀吉果 我们不仅看到了杀吉产业的无限前景 更是接收到美好的未来生活 向我们发出的信号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广西壮族自治区看看 另一种更加甜蜜的作物 是如何收获的 我国最大的这堂生产基地 分布在广西 据说这里 现线种甘蔗 世事有堂场 整个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 超过1100万亩 然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如此庞大的甘蔗收割工程 竟然有80%以上 是依靠人工收割完成的 这些年 市面上也出现过一些鸡鞋来收割 但是这农却并不愿意使用 这其中到底有何缘由呢 因为甘蔗被收割后 还会有素根 也就是留在地下的根 素根茬上的蔗芽 会在来年继续生长 并最终成熟 而且这一部分产量 占总产量六成以上 所以素根对于第二年的甘蔗产量 至关重要 如果收割的时候素根被破坏 便会增加病虫害的风险 而且可能会大面积传染 为什么传统机器切割 会对素根造成破坏呢 在整个收割机中 切割刀盘位于机器的下方 甘蔗未入后 由它从根部切断 其实传统的单刀盘跟切器 模拟的是人工单手持刀 从一侧发力砍断甘蔗 跟切器每分钟能达到1200转 我们通过高速摄像机 捕捉下它切断甘蔗瞬间的画面 为了保证根切器的耐用性 刀盘采用的是一种非常厚的特殊刀片 它的锋利程度灵活性 都远不如人工使用的镰刀 实际使用时 它的效果并不理想 甘蔗根很容易出现裂痕 这种机器收割与人工收割的差距 就会给甘蔗的再生 形成致命伤害 收割时 甘蔗还需要进行除杂 首先把不含糖的甘蔗液 尽量处理干净 其次 甘蔗顶端糖分较少的精部 也要去掉 这样就能提高整体的含糖率 人工除杂是使用镰刀直接切削 那传统机器是怎么除杂的呢 对于甘蔗顶端糖分较少的精部 传统机器配备了切烧器 可以利用刀片直接切掉 对于甘蔗液则是利用大型风机 产生强大的吸力进行清除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 我们找到一个透明实验装置 因为甘蔗段与甘蔗液重量差别大 风机启动后 比较轻的甘蔗液就会被吸走 而比较重的甘蔗段则会留下来 那这样的除杂方式 是不是能获得这农的认可呢 机器收的话 它那个杂质会比较多 去到糖厂那里 它也会扣钱或者是什么样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太愿意 用那个机器来收 传统收割机存在破坏素根 除杂不干净这两方面的问题 让这农和糖厂都有顾虑 以至于如此大面积的甘蔗 都需要靠人工收割 这也导致很多时候用工慌 甚至错过收甘蔗的黄金时间 当他们听说有一位海外归来 专门研究甘蔗收割机械的教授 可以解决他们的难题时 都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待 马绍春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课程司政教学名师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马绍春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湘滨分校 博士后期间 他就在夏威夷 专门做农业机械设计 并开始研究甘蔗机械化收割 2017年底 马绍春受中国农业大学委派 在甘蔗主产区广西 成立了教授工作站 马老师团队曾经在传统机器上 尝试过各种改造 更换不同的刀片 调整不同的转速等等 结果都不理想 最后他们决定改变思路 换一种切割的方式 我们研发了一款 双刀盘的同轴反转跟切器 它之所以叫同轴反转跟切器 是因为它有上下两个刀盘 那是不是说传统的机器 它就是像砍刀砍一样 这种新型机器 就是两边用力 像剪刀一样 把那个甘蔗给剪断了 对 非常正确 为了验证新型剪刀时 刀盘跟切器的效果到底如何 我们找来了一个特殊的道具 冯老师 您看这个金属的一拉罐 它比那个甘蔗的外壳还要坚硬 您觉得能够把它平整地切开吗 以我的经验 只要一拉罐进入刀口 应该能切得比较平整 我们通过高速摄影 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一拉罐 进入到剪刀手的中间 我们是把它剪断的 第二 你看这个缺口 它达到了相对平整的质量 虽然马老师的剪刀手 确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但是剪断和砍断的区别 真有那么大吗 我们又用一拉罐 在传统单刀盘跟切器上 做了个测试 你看这个前面 如果说我们没有胶带 黏着这一块就会飞走 传统的跟切器接触到甘蔗上 它会出现劈裂 还有撕裂 从而使根茬染病虫害 影响第二年的产量 刀具的测试顺利通过 这农合糖厂都很关心的 另外一个问题 除杂该怎么解决呢 关于除杂呢 我们利用了一双无形的手 这无形的手就是风 它这个叶子上去了 怎么又回来了呢 又下来了 为什么会回来呢 这就是随着风力的增大 叶子会悬起来 但是在某个部位 它会出现涡流 涡流部位的气压会很低 气压一滴 叶子就会掉下来 这也正是我们传统风机的 一个缺点 根据马老师团队的研究 杂杂的关键在于控制风 但是这个无色无味 无影无形的东西 要怎么才能精确控制呢 在这个云土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几个涡流 涡流代表着低压 我们在台价实验的时候 甘蔗叶 它到了涡流区 然后受到了低压 然后又落下来 原来减少除杂过程中的涡流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其中涉及流体仿真的部分 需要解非常复杂的微积分方程 马老师团队还向中科院的 超级计算机求助 通过反复调整设计 团队终于改进好了除杂风机 并把它安装在大型收割机的后方 王老师 这个升级过后的机器 是不是就装上了无形的手了 没错 而且它更灵活 更精准 这台新型处杂风机 通过改变液轮的位置 以及液片的角度 是不是真的能达到预计的效果呢 小叶找来了一台测量风速的专业的设备 王老师 您看 哎呀 看来你是比较较真儿的嘛 这是一台风速仪 这个我比较熟悉 将整个出风口分成九宫格 利用风速仪测得读数 数值越接近 则表明风速越均匀 王老师 您对刚才的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每个位置 它的风力数值 稳定在20米每秒 这说明我们风机出口的风力 还是比较均匀的 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经过不断改进 反复调试 马老师带着博士生们 把砍甘蔗不伤素根 除杂效率高的两大难题解决之后 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当地属于沿海地区 下秋季节经常受台风影响 台风过后 不少甘蔗会被吹成倒伏状态 等到收割时 传统机器对它们束手无策 分析出倒伏甘蔗的特点之后 马老师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对机器前端的辐射器进行公关 经过两年多时间 上百次台架模拟实验 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改进 我们先看一下传统的机器 你看它是光滑的螺旋片 而且这螺距它是等螺距的 你再看我们新型机器 它换成了钉尺 而且螺距是逐步增大的 这样一个新的设计 它可以有效地将倒伏的甘蔗扶起来 因为是被大风吹倒 甘蔗地边缘部分的倒伏程度 明显比中间部分要严重得多 大家随机挑选三处 不同程度倒伏的甘蔗 做好标记 其中倒伏最严重的达到66度 有了新型辐射器的助力 真的就能顺利收割倒伏的甘蔗吗 机器前进时 新型辐射器底部的辐射靴 从倒伏甘蔗与地面的空隙中插入 随后旋转的钉尺 就能比较牢靠地将甘蔗扶住 不易划出 随着罗具增加 甘蔗与新型辐射器接触面 持续增大 这样甘蔗就会被挡制扶植 甘蔗接触到刀盘后被切倒 接着切短刀将甘蔗分成好几段 随后在抛撒运送过程中 经过风机除杂 这页等杂质被吸走 相对干净的这段 则被投送到一旁的卡车中 机器开过之后 三处标记的倒伏甘蔗 都被顺利收割了 那它们的收割效果到底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浮起效果 是比较理想的 跟前面也是可以的 新型辐射器的效果 让大家似乎看到了希望 尽管如今只有一台样机 但是马老师和团队仍然迫不及待的希望 可以看到它的真正实力 样机虽可贵 数据价更高 实践出真知 二者不可抛 马老师急性赋施 信心百倍 于是双方队伍集结 一场在甘蔗地里的新旧机器大笔拼 即将拉开帷幕 笔拼用的甘蔗地 每笼长200米 规则非常简单 新型收割机和传统收割机 都与负责转运的甘蔗运输车配合 两台机器在14分钟内 收割的速度快 且质量好的一方获胜 现在我宣布 新型机器队和传统机器队的比赛 现在开始 随着一声令下 双方的机器都卯足了劲 一根根甘蔗被卷入机器底部 随后迅速被根切器切倒 接着切断刀将甘蔗分成好几段 当他们经过风机下方时 巨大的吸力 把其中的杂质都吸走排出 经过杂杂的甘蔗就被投到一旁的运输车里 谁知正在双方你追我赶的紧要关头 传统机器队忽然停了下来 师傅 机器怎么停下来了呀 那个感觉把那个地道堵了 传统机器队正在紧张地排除故障 马老师的新型机器队却是另一番景象 王老师 看您很悠闲啊 是啊 是啊 这种机器是不是经常常见呢 对于传统机器来讲 这个堵塞的是司空见惯 比拼继续进行 传统机器队奋起直追 新型机器队已经完成第一笼 占据速度上的优势 可没过多久 他们似乎也遇到了意外 那底板堵了 那现在要怎么办 然后对白堵啊 马老师啊 这个根切器您之前不是改进过吗 为什么还会出问题呢 我们根切器的改进是根据切割质量差 我们没有考虑它的堵塞的问题 看来马老师还是有些轻敌了 未来还是有不少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完善 那么今天的测试比拼 还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最后究竟会露死谁手呢 趁着新机器在解决堵塞问题 传统机器发起反攻 新机器调整好后 马力全开 丝毫不让 时间所剩不多 比赛进入白热化 双方都奋力进行最后一波 时间到 比赛结束 从速度上来说 新型机器队略占优势 那么质量上 马老师您来评价一下 潘大姐有二十几年的砍着经验 她更有发言权 马老师如此自信 居然主动邀请对方来评判 结果究竟会如何呢 这个就是学动机器收的 连根都拔起来了 这刚刚是明年去不得州了 连根笔都涉盖了 永远赏熟 明将明年收成 传统机器的弊端暴露无遗 甘蔗素根破坏严重 那个杂带多了 比我们人工收的还要多 潘大姐的点评再次证实了 为什么这农们 宁愿自己冒着酷暑用人工收割 也不太接受机器收割的原因 那接下来 新型机器收割的效果 能让她满意吗 这就是改进好的机器 结果比较平 数量比较好 马老师你看这边比较少一点 看起来还可以 根据赛后统计 新型机器因为除杂效果较好 糖厂扣杂率只有6.9% 相对于传统机器的10% 已经下降3.1% 虽然它目前的扣杂率 还比不上人工的5% 但它速度快 收割效率要高很多 而且整体的成本 还不到人工的一半 我们在田间测试的时候 也看到了 新的机器也发生了一次堵塞 目前我们已经初步 有了解决方案 就是对进口输送通道进行加宽 这样可以解决这个堵塞的问题 第二个呢 我们的地形是蜿蜒起伏的 下一步团队要用激光雷达 来探测地形 做到与伏着器的联动 广西是中国的糖罐子 年均这堂产量 占全国60%以上 近年来 广西通过发放作业补贴 与购机补贴 累计投入资金 17.7亿元人民币 大力推广甘蔗机械化作业 提高生产效率 相信在未来 在多方的努力下 我国的这堂产量 一定会节节高 也期待有更多的同行者 一起完成这项甜蜜的事业